见过这么彪悍的劫匪 想到手的三百亿他们不要 非要在印钞厂印四兆海源 此时劫匪手里有数十名人质 但教授的原则是凌伤亡 因此他们不得不和警方展开周旋 然而时间长了个别人质就会有想法 厂长教自己的女友想办法去办公室 拿出唯一能联系到外界的智能手表 危险的事情交给女人做 妥妥的渣男一眉 他告诉丹佛卷发妹怀孕了 太劳累对身体不好 就这样 卷发妹趁休息成功混进办公室 可当他找到智能手表正要联系警方时 丹佛突然走了进来 他一把抓住卷发妹的手 卷发妹人都被吓麻了 原来这个劫匪对自己有意思 短暂的休息过后 丹佛带着他返回大堂 卷发妹趁机将手表交给厂长 现在万事俱备 只差和警方里应外合了 可就连上厕所劫匪都不让他关门 这又该如何是好呢 警方这边由于迟迟没有进展 金姐决定回去放松一下 她来到朋友的餐厅试点东西 殊不知这位好朋友就是 抢劫印钞厂的主导者教授 随后金姐接到一通电话 她让教授回避一下 原来警方发现印钞厂里 有一只智能手表开机 现在只要对方接受窃听软件 就能得到里面的画面和声音 她却不知道 这一切都被教授听得一清二楚 然而金姐一回头 发现教授竟然在角落里偷听 出于职业敏感 金姐拿出手铐问她为何要窃听自己通话 不料教授直接摊牌 她以为金姐外面有人了 所以才一直不接受自己的追求 这才想偷听她的电话 一番声味俱下的表演 让金姐不得不信 金姐表示自己没有别的男人 只是刚离婚 还没走出上一段感情的阴影 说完便赶回指挥室 而教授转身就将此事告诉了柏林 得知有人质携带智能手表 劫匪立即将所有人质召集过来 他们将被逐个搜身 厂长得知大事不妙 连忙安装警方发来的窃听软件 可就在这时 柏林叫厂长出列 让她起个带头作用 厂长只能将手表交给卷发妹 她一脸蒙圈 连忙将手表放到隐蔽处 当柏林检查到卷发妹时 卷发妹整个人都蒙了 她打开一看 原来只是一条项链 然而柏林刚刚转身 她一个放松 这下出事了 就算是神仙来了也就不了她了 柏林勃然大怒 用力将手表踹了个稀巴烂 随后将卷发妹转出队伍 有家 成用了 丹佛劝她理智一点 因为教授的原则是不能出现伤亡 当然还有一层原因是 她喜欢上了卷发妹 柏林告诉他们 今天必须见血 并将这个任务交给丹佛 教授看到这营 立刻拨通了电话 可柏林却让队员不要 他们是否会违背教授的意愿 这个我们下集再见分享